各位記者 李士先生 大家好 那首先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的確定病例 有本土病例1名 那在臺北市境外移入11名 那死亡個案1名 那本土的病例是 等於是一個16227 他的一個接觸者 這是16227的媽媽 那他在應該是9月10號住院的時候 有檢驗過是陰性 那後來16227要陪病 所以被驗出來是陽性 那所以他在今天這個病例 16251那就再驗過 那是陽性 那現在在隔離治療中 那這一波的一個 我們的警戒到9月20號 那我們也是宣布到從9月21號起到10月4號 那全國維持二級的警戒 然後後續再看情況 在做滾動式的修訂 那至於在這次裡面我們 至於大家原來不開放的場所 就仍然維持不開放 那不過有相關這些場所 我們可能在下禮拜 會做整合性的一些討論 那再觀察疫情 然後再做一些討論 那目前這些 關閉的場所仍然是維持 然後這裡面比較有變動的 就是我們相關的一些人流管制 最主要 當然仍然的80 300名 這個還是維持 室內80 室外300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空間很大 室內的空間很大 那扣除掉一些固定的設備之外 他的樓地板的面積 以每個單位2.25平方公尺 計算為一個人 以這樣子作為人流的管制 那換句話說 比較大型的相關的一些場域 可以根據這樣的一個人數的計算 來做一些修訂 那至於在辦會展這方面 我們今天也特別請我們國貿局 江局長來跟大家做進一步的說明 我在這邊就會議跟展覽的防疫管理措施做一個說明 那可以分三個部分 首先是會展跟這個場館的從業人員 從業人員的健康衛生管理必須要做人員的造冊 而且必須要六成以上已經完成第一劑 這個疫苗的施打 另外要訂定這個分流上班的計劃 這些從業作業人員每天都要量測體溫 做自我健康的管理 而且我們責成要有專人做健康監測 同時劣策管理 第二個部分是會議跟展覽的主辦單位 在活動舉辦三個禮拜以前 提交經過地方政府核可的這個防疫計劃 主辦單位 他的這個現場工作還有聘雇合約商 或者裝潢的工作人員 必須付進場之前呢 他必須要有付這個三天之內 這個快篩或者PCR的陰性 或者是已經注射疫苗的相關證明 那至於容流人數 剛才指揮官已經有提到必須符合每人 2.25平方公尺的活動空間 如果是我們舉辦會議的時候還是要遵照規定採梅花座 那展覽使用總攤位面積 用他的這個租用展區面積的40% 作為上限 同時在適當的位置 要用隔板或者這個分隔牆來做區隔 我們做分區的時候 還是要採食連製 那現場的一律禁止 吃東西 不准飲食 還有這個試吃的活動 那至於在場館的清潔部分呢 必須要訂定環境清潔跟消毒計劃 那確實都要做好記錄 而且要確實的去執行 場館每個兩個小時 就要定時做這個新鮮空氣的換氣作業 每一天呢我們要用稀釋的漂白水 擦拭展館的大廳 廁所 廊道 客戶的電梯 還有電 浮梯等公共的空間 那每一個禮拜每週 的話 在空調機房要噴灑 漂白水來進行消毒 以上 好謝謝 好那至於在幼兒園及這個幼兒園所引發 所衍生的社區感染的事件 目前匡列的3597人 那檢驗陰性是3491人 待檢驗中的有75人 待財的有3人 那基本上在幼兒園的本身 觀察的時間也足 那社區感染的事件 還需要再觀察3天 要觀察到9月22號 要觀察到9月22號 那基本上 並沒有外擴的一個情況 那陶傑這位16213 是陶傑的相關的一些案子 那是匡列的397人 那檢驗的396人 那有一位396人是陰性 那有一位是代財 目前也看起來也算是控制良好 那至於昨天打疫苗的情況大概打了10萬 5478劑 那現在 疫苗的人口涵蓋率是49.59% 那機制人口比是56.63 昨天打第一劑的高端是3萬5千多 那第二劑是6萬9千多 好 沒有 怎麼樣 10萬5478 好 那有關這兩天 有關於這些抗體 我們就跟大家報告 基本上大家想要有一些對自己的情況 自己身體的情況 有所瞭解 我們也不反對 但事實上這裡面 不管是從判讀還是將來的 這些資料的一些運用 都有一些 也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昨天跟大家報告 我們禮拜三會開醫療應變組的會議 討論相關的指引 那現在有一些是會上 所那個 一些案例 我們是不是請羅副就案例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大家好 那 我本身也是網民啊 所以我也會看到一些網路上 大家熱烈在討論的一些 關於打完一劑疫苗之後去 醫師檢驗機構去驗抗體驗出來的數值 我的比較高 你的比較低 等等這些討論比較 那就這個部分 我從網路上跟 可能當事人的臉書或是一些影片 整理出來 目前是有五位這樣的一個 大家很熱議的一個檢驗的結果 另外還有一位我看到是 他是 混打了兩劑之後有抗體的報告 因為他是打了兩劑 我就不列在這邊做 討論 那其實大家在看待這些報告的時候 除了只是 針對那個數字 本身 互相比來比去之外 我想還是提醒大家 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這是第一劑的疫苗 我們在互相 比較的時候都在比的是 第一劑的疫苗之後 接種的一個結果 那其實從第一劑的疫苗到第二劑的疫苗 之間 這整個過程 不管是幾個禮拜 或是幾個月 這個抗體的產生 本來就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 所以你在哪一個時間點去做 可能再過幾天 再過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的數字 就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才會說 打完兩劑之後 再去驗這個抗體才會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過程 好 那我們來看這幾個案例 大家可以看到說 他們接種的日期 大概都在七月或八月 比較多在八月份 然後有三位是打高端 有一位打AZ 有一位打莫德納 那檢驗的時間都大概是在 最近這一兩個禮拜當中 然後檢驗的結果從 兩位數到四位數都有 大家可以注意的是最右邊的這一欄 其實很重要就是說 你打完疫苗之後去驗抗體 的天數是落在哪一個區間 其實你如果說太早去驗 可能抗體就還不夠高 那比較晚一點去驗的時候的抗體可能濃度 已經比較高了 就會驗得到數字是比較 比較好看的 另外其實個人之間的差異也是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數字從 兩位數到四位數都有 在國際上的一些文獻研究其實都看得出來 即使是打BNT的疫苗 大家知道BNT的疫苗產生抗體是很快又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打完第一劑之後 比如說第二個 禮拜到第三個禮拜 還沒有去打第二劑的時候 就去驗的時候 這時候的數字也是可以從十幾到這個幾千 這個範圍非常的寬 都有可能 所以一個是跟這個驗的時間點有關 你是太早驗 另外有可能就是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所以打完疫苗之後 有的人的抗體產生是快 有的人抗體產生是慢 那互相比較 當然我想這是難免 大家拿到這個報告 可能就會跟親朋好友去比較 不過我想這個是歸兔賽跑的過程 就是說其實打完第二劑之後的這個抗體的 結果跟這個打完第一劑之後 不管哪一天去驗的數字 並沒有一定的關係 就是說你早驗抗體比較低 之後抗體就一路都會很低 這個我們在過去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B肝的疫苗或別的疫苗 都可以看到一些這樣的情形 另外還要提醒的就是說 檢驗抗體 我們現在用的都是這種商業化的東西 可能像我們這邊提到是某一個檢驗機構 用一個A廠牌在做的檢驗 所以他的單位都一致可以互相做比較 那還要提醒的就是說 檢驗的這個主要有三大限制 用抗體想要來看這個疫苗後 是不是有保護力 我剛剛有說明 第一個就是檢驗的時機 是不是合適 像通常是 在第二劑之後去打這個抗體的數字 會比較穩定 第二個我想很多專家都有強調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做的 這些商業化的抗體的這些試劑 他檢驗的並不是 中和抗體 並不是打完疫苗之後 我們最想知道這個產生保護力 在這個抗體反應當中 有相關的這個中和抗體 那這個中和抗體目前是並沒有商業化的 這個檢驗試劑可以來應用於一般的這種 臨床或者是篩檢的使用 所以我們都是用這個數字呢 想要來做一些推估或者是參考 但他並不等同於這個中和抗體 所以這些數字都是稍微要 心中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這個只是純粹供參考用 並不是就是說等同於有跟沒有 就等於說保護力是有跟沒有 另外一個是說我們檢驗這個抗體 只是所有的免疫反應當中的一環 我們並沒有辦法透過抗體 知道說這個細胞免疫這個部分 是不是已經有產生足夠的效果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也沒有辦法用抗體檢驗來 佐證 所以我想特別就是要注意說檢驗時機 然後這不是檢驗中和抗體 因為沒有辦法用這樣子來推估 細胞免疫這三個部分 我想未來我們朝著開放這個抗體檢驗的方向 在應用的時候呢 我們會要求就是說 執行這個自費檢驗抗體的醫事機構 必須要針對這幾個部分 詳加說明 那我們也會針對就是說 檢驗的標的以及檢驗的方法等等 會做一些律訂 讓大家在後續如果說真的有興趣 想要去做這個抗體檢驗的時候 能夠拿到的報告呢 是比較有一致性 有一個標準 而不會說因為方法學 或者是檢驗單位等等這些議題 而導致說互相有一些混淆的情形 那其實很重要的是說 搭配這個檢驗的結果 一定要有一個很專業的評估跟說明 才可以知道說究竟是跟疫苗有關係 還是跟可能感染有關係 像我們感染之後產生的抗體 跟疫苗之後的抗體 就會有一點不同 所以我想我們在星期三的專家會 都會針對這些議題來做討論 謝謝 好 其實我們可以聽到今天 本土個案是新增了一例 那另外有11例的境外移入 要特別留意的是從9月21號開始 一直到10月4號 都依舊是維持全國的二級警戒 好 緊接下我們來看到 使用最事錄ato 小心 欣賞 我們我們 谢谢大家